最近有网友转发了一段视频 说的是国外青年甚无聊 枪管弯成麻花条 胆小如鼠绑拉线 作死开枪竟无恙 而后两位青年来了精神 又给这支拆掉枪管护套的AR-15半自动步枪 换了个蛇形枪管 弯曲程度看起来更加夸张 但是开火发现 子弹依然能顺利出膛 于是两位玩裤子弟 又凑了800美元 买了一支F1 Firearms出品的轻量化AR-15 并把枪管护套锯掉大半截 直接将枪管后弯约170度 固定在木桩上拉动扳机 瞬间子弹就轻松打掉了瞄准镜 虽然枪管强烈震颤 却依然没有炸糖 为了以低成本搞清楚其中的原因 我们也买了一支小号的AR-15 也就是儿童版的JR-15步枪 它同样能换上口径5.56毫米的北约枪管 虽然配套的子弹总长度都是57.4毫米 而弹壳长度都是44.7毫米 可是弹头长短不一 如果是长度18.8毫米的M193型弹头 就会差得较浅 而23.4毫米的M855型弹头 就会差得较深 因此我们选用M193弹头 会更容易通过弯曲的枪管 另外枪糖里的来孵线 两条对称阳线的间距是5.56毫米 而弹头的直径却是5.66毫米 所以弹头要用易于延展的金属制作 通常是同质备甲包着签心或钢心 这样弹壳里的火药爆炸时 会制造一道向前运动的激波 使扫锅的金属受到强烈挤压向四周延展 从而将弹线镊合密封 同时急速膨胀的弹头 又向中心发出膨胀波 并追赶上激波将其卸载 这导致弹头镊合段的长度进一步缩短 有利于通过弯道 如果枪管已较大半径弯曲 正好让弹头尖端轻微接触管壁 则只需要镊合段的铜继续形变来适应弧度 即可进入转弯 但高速自转的弹头在通过45度弯曲的枪管时 不仅入弯瞬间尾段会被挤压形变 还会在弯道中被离心作用推动 和侧臂剧烈摩擦 因此额外消耗了燃气能量 弹头初速有所降低 但枪管已相同弧度弯成90度时 弹头虽然在弯道里的摩擦距离延长 但尾段入弯时发生形变所消耗的能量相当 所以初速并不会下降的更多 接下来将枪管弯曲成半径更小的蛇形 让弹头尖端进入弯道时 首先撞击管壁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如果枪管弧度很大 使管壁和子弹轴线形成较大夹角 则弹头在撞击点上的发现速度就会过大 使弹头和管壁都出现强烈击波 以至于二者的刚度都无法承受波面制造的碱力而破碎 因此炸糖不可避免 那么为了安全射击 就需要适当减小弯道弧度 让弹头在撞击点的发现速度降低 这样强度较低的激波就不至于破坏管壁 但是弹头里的激波会让基础瞬间形变 使前段发生侧弯 这阻碍了弹头的自转 于是弹头强大的转动动能 就在侧弯部分施加了过大的扭矩 导致前段的铜背甲被简粒撕碎 变成了破片 只留下千辛 这样弹头残骸继续经过后面的弯道时 阻力其实已减小了许多 就算再经过几次转折 也能被燃气推出枪口 所以大弧度弯曲的枪管所射出来的 不再是完整的弹头 经检查发现 最后穿透这一叠纸的 其实只是弹头里的千辛 正所谓 玩裤子弟悠悠悠 贫困吊丝哈哈寒 AR15美美美 一声炸糖 玩玩玩 玩玩玩玩玩